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郝广财 我想跟各位谈谈 世界是如何改变的 其实每一个改变都有一个因 它都有一个起点 那个起点在每一个今天 都是非常重要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就是把每一个366天 每一个今天 里面改变世界的真实的故事找出来 那其实我想写这样的书的起点在哪里呢 就是在4月6号 4月6号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4月6号在美国有一个小朋友 叫Catherine 她呢当时只有5岁 5岁呢她正在看电视的时候 电视在演到非洲的纪录片 电视说呢 非洲每30秒会死掉一个小朋友 这时候Catherine呢就在沙发上呢 数1 2 3 4 5 然后数到30 他就在椅子上发抖 他妈妈就问他说 你在干什么 他就跟他妈妈说 非洲死了一个小朋友 那这个妈妈呢就帮助他呢 上网去查 看非洲为什么会死小孩 原来是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瘧疾 那瘧疾呢 怎么防备呢 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防蚊子 就是要蚊帐 可是呢 非洲为什么没有蚊帐 因为没有钱 好 过了两个礼拜 幼稚园的老师呢就打电话给他妈妈 说凯撒林的这个点心费都没有交 他妈妈就跟小朋友说 钱不是都给你了吗 拿去哪里了 然后凯撒林说 我不吃点心了 那他要干嘛 他想要去买蚊帐 所以妈妈就带他去买了一个蚊帐 可是买了蚊帐要寄啊 结果他们上网去查 真的有一个组织 叫做只要蚊帐基金会 就是专门送蚊帐去非洲的 所以就把蚊帐送过去 他就得到一张谢卡 说他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捐赠者 因为才五岁嘛 而且还跟他说 如果捐十顶蚊帐 可以有一张奖状 这时候凯撒林就想了这张奖状 所以他就把他的巴比娃娃 旧的图画书 玩具拿来卖 结果有没有人卖掉 没有 因为旧的东西没有人要 这时候他就想 如果他有一张奖状 别人也应该有一张啊 所以他就自己呢 很可爱地画了十张奖状 结果呢 第二天 所有东西都卖掉了 大家不是因为 他那个旧的东西便宜 而是感觉这个奖状很可爱 想要鼓励这个孩子 好 凯撒林家就士气大振 所以呢 牧师也鼓励他 老师也鼓励他 他就到处去演讲 募款 也募到一些钱 可是钱远远不够 因为非洲有这么多小朋友 需要蚊帐 怎么办呢 有一天他就写信给比尔盖茲 上面心里写说 亲爱的比尔盖茲先生 非洲的小孩如果没有蚊帐 就会死掉 可是他们没有钱买蚊帐 听说钱都在你那里 结果呢 比尔盖茲怎么办 他还画了一张奖状给比尔盖茲 结果比尔盖茲拿出了三百万美金 出来支援这个活动 所以凯撒林小小的年纪呢 等于怎样 救了超过一百万的非洲孩子 现在非洲有好几个村子 都取名叫凯撒林文藏村 所以凯撒林 你看 他这么小的年纪 为什么能成就这么大的事 其实是旁边的大人要帮他 我们现在都是对小朋友说 你现在不要想要救人 你等念完大学再说 如果比尔盖茲他妈 贾博斯他妈 麦克兽伯他妈 都是这样讲 世界就是其他人的 所以我要讲说 天真是不是盲目的力量 天真其实是可以感染别人的 善良就像滚雪球一样 会越滚越大 所以我写信跟凯撒林 要照片的时候 他就寄照片来给我 而且还怎样 问我说 你要不要一张奖状啊 所以呢 我就花了500块美金呢 捐给只要文章基金会 所以我也得了一张奖状 比尔盖茲这张要300万 我这张500块美金 现在不是钱多钱小 而是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有这么大的感染力 世界就因此改变 所以我们不应该 把孩子的梦想踩碎 要支持孩子 去实现他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